政府是不要凌家專業 我們在怎樣 我還是台大醫學外科教授 你這個醫療人員叫我閉嘴 曾宇言4月疫情將反撲 如今台灣本土案例飆升 台北市上科問哲 終於能揚眉吐氣 回嗆三天前議員許淑華的 這段質詢 你預測還是準了嘛 預測 如果你預測不準 是不是可以閉嘴 乖乖你的嘴可以吧 可以嗎 我是乖乖閉嘴 我心裡面就想說拜託 我是專業人士 我們有時候不懂 我還是重鎮專家 所以不要政治凌家專業 疫情多點爆發也燒進台北 28日新增三例本土個案 分別是海洋大學老師案23022 40多歲男性 跟基隆個案接觸後自行採檢確診 CT值15病毒含量高 加上太太跟小孩在台北任教跟就學 北市也提醒校方要加強自我健康監測 另外兩例分別是案22952 新北案例接觸者確診後CT值只有14 6人居家隔離 50多歲的案23024 因為大潭電廠同事染疫 他無症狀也採檢確診 中央歸納起來大概從昨天到今天 大概至少有11條的傳播鏈 那這也很輕的表示說這個已經又重新開始出現社區感染了 台北市有感染 外線是沒有 這有可能 外線是有感染 台北市沒有感染 這不可能 定調台灣再次進入社區感染 但北市中山區某防疫旅館又出包 武力境外移入改列本土 可能像中央也是在看說監視器系統是有看到他們有開門 那開門的時候是拿餐跟放垃圾 那是不是同時間開門 這個部分我們也在做進一步的了解 中央的系統這個禮拜退場之後 我們台北市的這個疫苗系統隨即登場 無縫接軌 所以下禮拜4月4號開始的疫苗接種 就用我們的系統來進行了 新北疫情也不平靜 新增6例本土4例居隔期 應轉陽 另外4例案23023 40多歲女性 CT值16 案22944 60多歲女性 26日到醫院陪病 採檢確診 CT值33.7 整個各地方都有隱形的傳播鏈 在清明節沒有生理部署 就不要前往忌斷 全台疫情升溫 北北基桃統一生活圈 跟社區感染 誰都逃不掉 黃宇新聞張椒寶遼平均 台北新聞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環宇新聞 YouTube 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機械掌握全球時事根最新趨勢 午後一 交触 粉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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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紅